欧阳总早 天凉了 就让王氏集团破产吧 天凉了 跟王氏集团破产有什么关系啊 你怎么知道 我 我说出生了吗 真相 只有一个 这一定是在做梦 这梦里为什么总是出现孙小桃呢 难不成是他下了将头 你嘀嘀咕咕在这说什么呢 我倒想看看这梦 它做什么呢 江浩 欧阳总 你好 欧阳总好 欧阳总好 喂 你看什么呢 这这么多人 你别捣乱了 这是梦境 进来看戏吧 什么梦啊 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 你看看 我的芝芝呢 芝芝怎么还没来 这里是不录吗 怎么看起来怪怪的 浩哥给我的地址到底对不对啊 什么 新情女幽魂 你呢 你请 下一个姑娘条件好像还不错啊 大家好 我叫安吉兰 身高168 体重42公斤 三围 你 你 来下一个 导演 我还没有介绍完呢 够了 来下一个 这都还没试戏呢 你怎么知道我不行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不管你是谁 你 你见过你自己在大屏幕上的脸吗 你鼻子上的薄尿酸 灯光一打都是透明的 一点美感都没有 还有 现在流行的纹媒带着美瞳 你要搞清楚 我这可是拍大电影 神经病 你应该 不需要这种面试吧 我这么大排还需要面试吗 那 万一角色不适合怎么拍 那就让自己 适合这个角色喽 这才叫演员 我知道了 你一直都演偶像剧 而且每一个角色 都是那种爱女主角 爱到不行的万人迷 你不会是打算到六十岁的时候 还演那种戏吧 才不要跟你这种外行人说话 我说对了 你 我说 就那位 叫你呢 我 对对对 就是你 你 你过来试试来 导演 您弄错了 我是来陪朋友的 我的朋友叫张芝芝 她马上就到了 怎么 都是陪朋友这种借口啊 想当演员 这没有什么好丢人的 来 不要紧呢 过来试试来 不是 您真的弄错了 对不起啊 我马上走 好 你没事吧 迷妹 人家在叫你呢 过来 过来是不是 今天导演让我来陪你实习 你愿意吗 走